被誉为日本推理小说之神的作家岛田庄司 日前来台湾参加推理小说奖 他是日本本革派推理小说的代表人物 所谓本革派就是以推理和解谜为主 例如密室杀人事件这一种 他33岁的代表作占星树杀人事件 到现在依然是畅销经典 岛田庄司说 这次的参赛作品有很大的进步 而且他也非常看好华人推理 聚集了欧美日台各国侦探小说的侦探书屋 这一天迎来一位被日本推理小说界 誉为神一般的人物 出厂总是风度翩翩 他是日本推理作家岛田庄司 店内各种侦探小物 每个角落都能引起他的兴趣 寻寻觅觅 寻觅觅 刘田庄司是日本本格派推理作家 创作轨迹的原则是在惊险离奇的案件里 运用科学逻辑来推理解谜 除了持续的大量创作 岛田庄司也在华人圈推广推理文学 并挂名支持台日合办的推理小说奖 もちろんもっともっと努力を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し 作家把这个类型文学能够发扬光大 今年三部决选作品推理场景分别在黄土高原 虚拟世界和太空环境里 首奖首度由中国作家拿下 欢迎第四届首奖首雷军先生 このように今回の参考方策は それぞれ今までの提携ですね そういうものを壊して 各々一歩を進めた要素を持っていて 大変創造的なものでした これは日本での賞の選考よりも 私は刺激を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だからとても感心しましたね 岡田庄司在日本和台湾不断提息後進 不少日本推理作家 像臨時行人也遵他为师 发掘新人 这个对于作家来说 有时候自己写作都来不及了 然后你在提息後進 好像在建立自己的未来的敌人 那他不怕 长江后浪推写 这件事情是他乐见的 而且希望这一波能够从日本 扩及到整个亚洲 那他从第一切开始有提到 台湾绝对是一个重要的跳板 岛田庄司说 台湾是推理小说的 第二个故乡 未来他也会继续到台湾游 我会继续到台湾游 我会继续到台湾游 我会继续到台湾游